道瑜电影奇幻世界 大家好 我是道瑜 少林觉寻人天下 金钟神罩的六五零 修炼者金钟护身 如金甲贷体天下无敌 这个和尚就是修炼的此类功夫 他全身刻满金纹 此时已经金钟护体 防御时开启丹田气海 便抵挡所有兵器的进攻 拳脚进出 恰如铁拳铁手 攻击时还可用金钟撞击 当修炼到高层 还可召唤金刚铺 防寸之间便可制胜于敌 纵使敌人多于自己数倍 都能轻松打败 大兆王朝之时 西方有一只 名叫狼骑士的野蛮部落 他们被草原的兽王之力赶招 常年在边域活动 企图入住中原 而大兆皇城之内 则有一邪教 名唤网生教 网生教左使红一 看上去是个弱女子 岂之却是邪术高超 网生教想联合蛮族里应外合 对大兆王朝发起叛乱 蛮族派出将军黑眼 索要兽王宝物 红一却早就设下陷阱 除掉镇摩斯人马 诱惑黑眼成为蛮族的国王 只要他合作网生教 就能帮助黑眼召唤兽王之力 成为下一个蛮王 为除魔未盗 大兆先皇设立镇摩斯 招募天下奇人异士 旨在除魔未盗 如今蛮族兽主之力 即将破除凤印 镇摩斯传令花校尉督办此事 为进行西征 花校尉准备出征大典 选拔出征勇士 火魔剑一剑射出 却被玉须伞挡下 神剑再飞 预许到法瞬移开启 三剑再来 神伞再次开启 要赢就要破手上法印 再用匕首 双方仍难分胜负 最终花校尉带上白虎七的老肖 自己的妹妹小花 和预许法术小明 直接开拔去往西域 而女郎骑士首领 直到危险已经来临 男族自然要保护兽王 而此时的左室红一 已经成功蛊惑黑眼 通过圣物 召唤出了兽主 但兽主却见黑眼一身血腥 直接一巴掌 把他打回人间 狼骑士和狼群 已经来到外面 而狼骑士首领 则是黑眼的妹妹 不过妹妹心地善良 不向哥哥残暴不仁 为了帮黑眼获得神力 红一用出血迹大法 准备直接吸出兽主法力 没想到金刚门闯了进来 劝告黑眼 不要祭奠邪神 不然会被邪魔 控制心神 可是还是来晚了一步 不得已只能用出金刚抚磨阵 可是封印已破 邪神再临 老僧只能以身护访 让弟子通知镇摩斯 狼主及时赶来 亲眼看着哥哥被黑化 狼主只能转身速回部落 而黑眼则连夜偷袭来犯的镇摩斯 这镇摩斯傻乎乎在峡谷中暗影 正好黑眼军队从高处下落进攻 更加上红一助阵 直接将镇摩斯灵力转移 镇摩斯瞬间处于被动 但见花销为一箭射出 蛮毒被破魔剑射翻在地 但是却被黑眼直日接挡下 众人护住老肖起码撤退 花销卫却对上了黑眼 高手对决就在一瞬之间 黑眼一刀就要结果销卫 却被老销三人起码回身就下 可是销卫受伤太重 终归还是命丧红拳 临死之前对着三人一通洗脑 让三人通力合作完成使命 一定要保护好老肖 公主回来时已经知道了哥哥被黑化 他想劝哥哥撤退回家 可黑眼已经失去了理事 他被魔王操控 竟然连身边人都杀 幸亏公主藏起了金刚门的小和尚 小和尚一路奔波 总算找到了老肖三人 失去首领的镇摩斯 不得不和公主成为联盟 老肖被红衣钉上 他挑拨镇摩斯之间的关系 老肖也没能逃脱教主的蛊惑 蛮族被网上教控制 现在只有拿到圣物 才能封印寿王之力 黑眼洗澡都拿着圣物 小明用空虚之手想偷走 结果被直接拖到澡堂子里 小花带着众人去救小明 却被蛮族围在当中 这时小和尚开了话 原来他是金刚门的金刚童子 小和尚的一身横跃金钟罩 黑眼直接召唤出寿主之力 绕到小和尚身后 直接把小和尚打飞出去 公主召唤无数乌鸦前来救人 一时间白天变成黑夜 众人才捡回一条命 公主告诉镇摩斯 当年先祖在沙漠逃亡 他们驯服狼群 组建狼骑士 这才活下来 如今只有拿着圣物 去封印寿主之力 才能阻止网上教 要封印寿力也不难 小明召唤四项伏魔大阵 任何妖物进入都会灰飞烟灭 此人启动封印 圣物释放 被黑化的寿主之力 结果老肖直接吃下了这股力量 老肖获得寿主之力的同时 也拥有了寿王的寿险 小和尚赶紧杀马取血 老肖喝了黑马血 黎马头发变黑 这才得到进化 黑眼失去圣物之后 居然想献祭公主 再次召唤寿主 正要动手之时 小和尚丢出金刚杵 阻止挥刀 黑眼正要找几人报仇 为了寿主加持 现在的黑眼空有一身蛮力 老肖在战斗时 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寿主之力 原来他现在 已经可以随行随遇 控制住寿主 黑眼眼看不是老肖的对手 又开始咬自己人 连小孩也不放过 老肖忍无可忍 护送小孩离开 这时他记起了父亲 教他的破阵刀法 一旦释出第八招 其威力金天地弃鬼神 手中的祖传宝刀 可以被兽王所用 凝聚兽王之力一刀斩下 黑眼被砍得人都不见了 战斗结束之后 老肖变成了白头兽王 公主也带着蛮族 去寻找新的绿洲 保证以后绝不踏入边界 小和尚还俗之后 也被镇摩斯招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